无人机戴战场已经使用很久了 为什么土耳其生产的无人机自主猎杀人类目标 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呢 无人机自主攻击目标 现在来看从技术上基本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们讲 它在技术上依然存在缺陷 比如说我这个目标识别 有可能在技术上发生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打错目标 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把最终的开火拳 由人的手里头交到机器手里头 那么这在道德上是存在一个问题的 郑老师 未来无人机在战场上使用 它的界限究竟在哪 我们讲任何的杀伤性武器 它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 杀人总不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人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 通常会设置种种的界限 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 战争激烈程度的提升 这种界限又会一个一个的被人拆掉 但是只要战争这个怪胎继续存在 战争的烈度不断的提升 最终无人机自主杀人的这个界限 早晚是会被打破的